今晚的研討會 多人或者我介紹自己 我是吳慧琦 是政委會的 負責主席今晚的研討會 多人 首先大家都會記得 我們昨天發生了一些事 我當時不能說 我在南半球 一覺醒了 然後發現 Facebook出現了很多 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 當初以為搞什麼 後來再體驗是真真正正發生了的事情 我相信我 或者大家跟我一樣 當時都會覺得是很驚訝 雖然黃景平說 其實他自己說了 會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那時候只是聽一下 會不會想到 會這樣的 但是過了幾個星期 新冬普選之後 可能大家更加驚訝 因為 初初你以為 勇武只不過是一小串的人 或者暫時的情況 在普選之後 你會想到 或者發現到 原來 這個擺有市場 可能 還不知會不會 成為一個主流 到底未來怎樣 我想 大家跟我 都覺得 非常迷惘 都不知道 應該怎樣做 到底 到底是否一塊磚 就扔出了未來呢 還是 這個時候 應該想辦法 立刻去修補 解決問題 避免將來真的有 肉石虛乏的一致呢 或者 我不說太多 然後 為口 請大家董事的 戴耀廷介紹 跟我們討論 什麼 關心 首先很多謝 幾個團體 考今天的 這個 講座 剛剛 昨天都跟一些朋友說 我也今天會來講 但是我不會說 其實 就算我不會說 今天我也希望是聽的 因為 有袁律師 和 夏主教 他們的分享 我相信都會對 我還有一個 總統 會不會有很大的 一些 提醒 那 大會就給了一個 題目標 給我 就是 由雨傘到魚蛋 抗爭思維的轉變 通常講者 有個權 就將個 都不可以 但是 其實 她那個題目 都挺好的 因為 之前一陣子 我去到外國 講關於香港的 民主發展 或者抗爭的時候 我帶著一把 黃色的雨傘 很嚴重 但不提起黃色的雨傘 這就代表了 香港的 民主運動 或者抗爭 我 遲些又會去外國 有機會講 我帶著一件 就是 帶著魚蛋 然後帶著魚蛋 代表了 香港的 抗爭的一個 演進 我們拿了一個題目 其實 這是比較沉重的題目 原則可能很聽些 就是 香港抗爭路線的演進 或者我們先去想想 我先回答一個題目 本身就是抗爭 即我們現在是說 其一種抗爭在香港出現了 而這種抗爭其實是 如果你看回整個歷史 我自己在80年代 在香港大學讀大學 那時候都有開始 組織一些示威的行動 例如說 當時有關公安條例的修訂 八法直選 那時候 可能都沒有一種很強的 我們是在做一個抗爭 或者叫做 civil resistance 的一種行動 但我們示威 即是說 希望做一些社會行動 用來去對政府施壓 那可能70年代 又會重些抗爭 但是回到80年代 可能不會那麼強 但是一路已經轉到現在 就我想 尤其是在接種 雨傘之後 抗爭 即是一個resistance 這樣的概念 或者意識 就越來越強 而從這樣去看 尤其是剛才說到 由旺角事件到新空補選 就開始兩條路線 是很明確的出現了 即是抗爭的路線出現了 那我稍後再去看看 那個路線的問題 我先去問 就是為何會出現了抗爭 即是為何這個社會 會出現抗爭 即我那裡會用一些 是比較是用 用剛才說的 sill resistance 這些方面的研究 去做一個 學術一些的方法去講 但其實大家在那裡講的時候 很容易就把它回到香港的處境 為何會出現 一個抗爭的情況出現了 由原本的可能 都未到叫做抗爭 可能有一些壓力團體 一些示威出現了 但為何會變成一種抗爭呢 這個可能包含了幾方面的元素在裡面 第一個元素就是 首先就是公民的覺醒 即是公民 所以作為一個公民 你就不只是一個過客 你不只是香港的一個過客 而是你真是把香港視為 現在經常都講本土 其實本土的意思其實很早已經在香港出現 就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其實已經是有一種這樣的意識 當大家已經不只是 將香港當作一個賺錢的地方 或者準備去移民的 跳板的地方 而是將它當作你的家的時候 你就已經是產生了公民的意識 但是當你有公民的意識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去問 究竟這個社會 究竟這個社會 我是它的部份 這是我家 我希望它怎樣去管理這個地方 或者我在這個地方裡面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意識的出現 其實已經可以令到 若果另一些條件出現的時候 抗爭就可能不出現 但是如果公民是沒有這種 或者那裡的居民 沒有這種公民的意識的話 是不會有抗爭出現 因為它只是 我在那裡賺錢 或者我只是在這個地方 作為我去下一站的 最快的一個點的時候 它不會在這個地方 去做很多抗爭的行動 但是當公民的意識覺醒之後 如果社會出現了一種情況 我想任何社會 就算是所謂民主的社會 都必然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有既得利益者的一排 還有這些既得利益者 它們很多時候都是選過社會的少數 和大多數人的利益 或者有些情況 就是在社會裏面有某一群的弱勢社群 它們的利益是出現了矛盾 而出現的矛盾是越來越尖銳 但是現有機會又處理不了那個矛盾 只要它是一路尖銳的 然後其他地域寫入它 就會改革 抗爭就出現了 只要你放進去香港的歷史 你就會看到那種情況 整個香港的政治制度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一個 傾向了一個免得利益的階層 尤其是地產的利益在裏面 但是大多數來的利益 其實可能我們很多人的生活水平 在過去這麼多年都有提升 但是香港亦都是所有已發展的社會裏面 是那個經歷係數最高的 即是說那個貧固延殊的現象是最嚴重的 即是說這一種地益的矛盾 尤其是過渡之後是越來越尖銳 但是我們的制度又沒有辦法去處理那個矛盾 因為那個制度先天地地 已經是傾向了其他地產的利益 而在基本法裏面所說的一個普選的制度 其實是希望能夠可以啟動 但我不是說那個普選做法 已經可以做到那個處理的矛盾那一件事 而是它啟動一個過程 令到這種矛盾是有機會去處理 但是你看到就是由佔中 到八三一決定 到雨傘 其實很明顯是一些利益者 包括在北京 就不肯去進行任何改革 所以這個就製造了一種的抗爭 那個環境出現了 因為香港人的意識提升了 我們尤其是回歸之後 越來越覺得更多的年輕人 就更加的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家 這種公民的意識是出現了 但是矛盾越尖銳 不過記得利益階層 拒絕去改革 而現有制度是根本處理不到 那就隨便抗爭了 這就是抗爭出現的原因 而接著就是抗爭的路線 而怎樣去理解這個路線呢 其實可以分為就是 它用的方法和它用的目標 如果我們從那個方法裏面 我們又回去看香港的歷史去看 最早期的 如果你說的是比較大規模 真是叫做一些創爭意識的 可能就是2003年的《車牌油門》 對那個是一個代表性的 或是一個理程碑 也都是東產大陣 開始真是去跳出了自己的關注區 而是真是在關注著這麼高的社會市場 很多的社會學家做了 但是當時的那條路線呢 就沿用了一種叫做抗法的復徑 但當時的那條路線呢 就沿用了一種叫做抗法復徑 第一種叫做抗法復徑 來去進行一個抗爭 那到佔中呢 我想就是 開始有轉入另一個階段 現在開始不斷都開始 更多人在這裏寫關於佔中的歷史的出現 嚴陣等等 原本我是做研究人的人 現在我被人研究回頭 那就是佔中其實帶來了一個理程碑 就是由一個合法徒兵抗爭成為主流的 以公民抗命 即是一種不合法非暴力抗爭呢 是一種非主流的抗爭方法 我最記得的 因為我寫過篇文講接領中環的時候 就是看著強茂在2013年的1月1號 一個人去佔領中環 他們一個人進行公民抗命行動 我們就說一個人不行 你要一賣人才行 接著就有佔中環篇文 接著一路下來的就是 整個公民抗命用一個不合法非暴力抗爭 這一種抗爭的方法 就成為了抗爭的一條新的路線出現 原先的只是一個合法徒兵 但是公民抗命是有 但是不是一個好主流 但是佔中之後就開始成為一種抗爭的模式 亦都很多人都會參與 接著就是武力抗爭 現在講的就是武力抗爭 用武力抗爭本身一定是不合法 也涉及一定程度的暴力或者暴力 又是在雨傘前這個路線是非主流 一路都大家覺得不行 所以為何全世界看著香港的雨傘運動 就說香港的雨傘運動很好 因為我們一直堅守非暴力的原則 雖然去到11月3、4、2014年 那個龍和道的升級開始出現了 不過其實有報的人已經覺得 還是不是靠這條路線 但是當時仍然就算商鶴在現場 它都是給大家一些暴力的 即是說那個主流的意識 仍然都是用公民抗爭的模式 但是你看到那個開始出現了 用武道次已經出現了 我不用說了 旺角之後 這個我不可以說叫做主流 但是起碼我們已經出現了三條的抗爭武器 第一條的路線 可能大家覺得已經沒什麼用了 所以車一到行沒有人去的 第二條路線現在都可以說 還有沒有用 所以為何有沒有路線 會成為現在很熱門的 就是剛才說的 會不會成為主流呢 但是我們要問 如果用前面那兩條路線 能夠成功的話 我相信沒有人想用第三條路線 但是如果前面那兩條路線不成功的話 我相信會更多人可能選擇第三條路線 我們還要看一看就是 三條路線 他們所希望產生的作用是什麼 現在我不會給大家一個肯定的答案 就是究竟我們應該選擇哪條路線 雖然我自己有個人的選擇 但是可能大家去想一下就是 每一種的路線會後 他有他的意識在那裡 把他的一些提示 當中的思維在那裡 我們想一想就是 他怎樣去 幾種都是抗爭 我們希望面對那個不公義的社會 我們希望大力改變 但是他怎樣去製造這種改變出現呢 如果你是用非暴力抗爭的路線 或者是用合法的方法去做這個抗爭 他們主要的想法就是 透過這些社會行動施壓 促使到能夠改革 其實就是好看能不能夠產生一種內變 即是說那個既得利益階層或者政府 因為這種外在的施壓 而產生一種內在的轉變 他因為計算了很多東西 計算了改革 好過不改革 所以他就改革了 而亦都看到在很多地方 用這個非暴力抗爭的模式 他都不只是為了抗爭 到處都是要大力和大力 他最好的例子就是 就是譚非曼德拉 之前他是用武力抗爭 但是他坐牢出來之後 他是用一個非暴力抗爭 而最後他帶來了希望 是透過結束這個種族教育 和一個新的建法 然後帶來一種全國的和解 這個就是非暴力抗爭路線 所希望帶來改變中間的產生作用 那種方法 但是如果你從一個武力抗爭路線 其實有地方他可能是想施壓 以衝使內變的 但是也有一些支持 用武力抗爭路線 其實可能他們在想的是 要揭促現有一個不公義的制度 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制度 簡單來說就是兩者的分別是 改革與實施之間的分別 革命就是我們要將舊的圓圓以促 促現我們建立一個新的戶合 即重新的復活 即重新的復活 兩者之間的目標 就會有不同的地方 一個改革透過內建和最終的和解 是一種改革之間 能夠實施到功能 另一個就是實在有制度太難了 我們需要切體推翻它 成為一個新的制度 如果你回到這裏 如果你想著路線要想的東西 就是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 即是怎樣可以產生這種 推翻現有制度 從而建立新的制度的機制 可能推翻現有制度 都可能還可以想 但是怎樣去建立新的制度 我至少未聽過很多 勇武武士忌的論述 我不想他們怎樣去說 怎樣去推翻現有制度 雖然這裏都可能有很多遺憾 但起碼它都有論述 就是怎樣去推翻現有制度 但是推翻了之後 如何去建立一個新的制度 可以符合公義的訴求呢 這個在論述上 現在至少香港的 所謂支持用武路線的人 就比較少去講得到 究竟這條路線會成為最後的主流呢 或者會最後有機會帶來改變 我覺得有幾個因素呢 是適合到 這個制度我們將它 搬回到香港的處境去留 第一個就是 掌權者的性質和它的策略 有些人說 批評這個非暴力抗爭路線是沒有用的 為甚麼呢 因為你看過去 在成功的非暴力抗爭 他們引用的例子 那個掌權者 都是一些有民主傳統的地方 我經常用的馬鈴鐺 他們說 這個民主社會 所以才可以成功得到 而你面對的 香港面對的一個共產政權 因為它的性質 是沒有可能會去 給一個非暴力抗爭有機會成功的 所以根本就不適用的 非暴力抗爭 不過如果有去看 有關於 我講的 Civil Resistance的一些學術研究 其實是相反的 從一個歷史的研究去看 反而是非暴力抗爭路線 那個成功率是比暴力抗爭更高的 無論那個掌權者的性質是甚麼 我只是從學術上這樣看 但不是代表香港的處境 一定會低一般的情況 因為的確 北京是相對於很多世界上 其他一個專制政權 它都是更強大 可能在香港的處境裏面 非暴力抗爭路線 是未必可以成功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 可以說 可以一定成功 而掌權者的策略 亦都是 即是怎樣去對一些 非暴力抗爭者 也是用回美國的情況 美國的情況一樣 在民權運動的時候 一樣有兩條路線 馬英律金所代表的用武路線 和馬英律金所代表的左交路線 和平非暴力路線 當時的美國總統Johnson 其實就是馬英律金 也利用了Johnson的決責 究竟Johnson 即美國總統 寧願對著馬英律金的暴力抗爭 還是想對著 我一個和平非暴力呢 而他抓到Johnson的弱點 就是Johnson寧願對著他 所以他的路線便成功了 現在我們其實都希望 北京能夠看到這件事 但是似乎他的策略就是 寧願用硬去對硬 不過歷史說 現在越硬的 其實反彈就只會越大 那會不會最後 會促使到一些改變呢 這個我們還未肯定 這個全體的發展當中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抗爭者自己的目標和原則 剛才說 我們看到抗爭的主流 其實一直在演變 由原本是合法行動 變成公民抗命 到現在開始 引育了一種勇武路線 究竟他會不會變成一個主流呢 這個其實我們還是要繼續觀察 很快因為我的時間差不多 另外就是個直接文化 就是我們自己香港人 自己本身的文化 會不會也都因應著整個世界的變化 大家越來越去覺得 有沒有路線是有出路呢 梁謙琦的六萬六票 的確是帶來了很多的思考 為什麼原先的 可能大家想著 他連保證金都拿不到的 一個候選人 最後竟然拿到15%的選票呢 會不會代表了整個正確文化 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情況呢 這個要考慮了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外圍的環境 這個就包括了國際的環境 也包括了中國內部環境 我想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的預言 中共在未來就會將它倒台 那如果中國會倒台 大家整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那我寫了一些文章 如果中共倒台的話 那香港的環境會怎樣呢 香港隨時會被一個 廣東省的軍閥吞了 到時候沒有一國兩制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可能到時 我們唯一一條出路的 就是要求聯合國干預 我們自己又打不到的話 那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外圍環境 會影響了我們可能會的抗爭路線 那最後呢 其實未來的發展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講了沒有講 不過都是這樣 就是 就是變動中 所有的都是變動中 亦都是不動中 其實雖然好像講也沒有講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我自己覺得幾有智慧的說 不是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在當中 就是最後 哪一條的抗爭路線 會成為香港的抗爭方法 不是在於 有某一個人在帶領著那個運動 或者怎樣做 或者有些學者去分析完 看完歷史真相 之後 或者大家知道 這個現象是怎樣的 而這個是必然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選擇 即當社會裏面的人 剛才說的就是有了公民意識的人 他們自己的選擇是怎樣的 就會觸動到其他人的反應 包括了北京的當局的反應 而這個這樣的互動過程是不斷演變的 所以今天 我聽完牧師說 他今天就提醒了幾次 去到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每一次說他都不同 因為你想想 如果在年初一之前說 請余牧師去說 和年初一之後請余牧師去說 到現在請余牧師去說 到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之後再請余牧師說 我相信他講的話是很不同的 因為整個那個情況都在變動著 當然基本的真理一定是不變的 但為何回應那個真理呢 我相信會是 為何用我們的真理回應那個社會的情況 必然會有不同的 待會阿靖Sir就會講一下 他那個現場的回應是怎樣的 但我想我們都是 我們每一個人的選擇是怎樣的 我自己有些選擇 大家都知道我在搞什麼 我希望透過一個 另一種非暴力抗爭的方法 希望能夠帶動一種改變 成與否沒有人知道 不過我自己堅持 我相信那個原則就是 非暴力抗爭是可持續發展的抗爭目的 即是較為可以持續一步 因為現實我覺得我們要和共產黨鬥長命 既然要鬥長命 就要有可持續發展的抗爭目的 這裏我不詳細講了 接著現在在搞的事情我不詳細講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多謝大教授和我們講解 關於三條抗爭路線 現在發展出來的情況 可能大家 可能大家 會不會覺得 好像一較醒來 這個世界好像變得 而自己 自己都是無法應付的 好像剛才說到 現在出現的勇武 我想大家幾個月前 都沒想過 現在突然不單止出現 還好像變成一個很流行的一種本色 發生過之後 我回到香港 我有一次問我兒子 你覺得他應該扔冤頭 我扔他應該是 你行不行 誰知原來他說 那還有什麼辦法 我才發覺原來 什麼都變成了 自己都沒有發練到自己的兒子 在這個情形下 我們想看回 到底當時參與的人 他們是怎樣 而為什麼那些人的心情 那種 傾向可以有這樣的變化 接著我們想請曾經常先生 當時是現場的參與 還不是現場的 所以 目擊者和我們做了一個分享 大家可以叫我阿成 一邊進來的時候 其實主持也好 或者工作人員也好 都叫我曾生我的客氣 大家可以叫我阿成 我本身是一個社工 也是一個基督徒 我要重新一下 其實我不是所謂的運武派 我怕大家有些錯誤的期間 以為我當時在現場 那次就是有份鏡尊 或者參與 我會說多一點點 為什麼我會在現場 不過我一定會先說 因為我擔心 有些人可能想著 我會在現場 一定是知道當時的人的心路是正常的 我會將我的觀察 都會分享給大家聽 但我一定要先在這個位置 我不會太拍 那些人 為了令到大家 可能都清楚一點 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覺得 有些事情我需要提點 我因為要收集一些範圍 才令到大家更清楚 我一會兒說的話 就是那個方向的 因為三位 就是 幾個員工 他們很厲害 他們經驗很豐富 又有很多 學術理論 那些 我不會回門和鼓 我覺得 我絕對沒有這些事情 跟他們比 我突然間只會說小故事 小故事就是 我在現場 我看到的東西 我就不會和大家說 我亦不想大家覺得 因為我在現場 所以你所說的 就一定是對的 我所說的也不是登上來的 我只是傳遞版的東西出來 大家亦都不覺得 因為 我在之後 我發現 很多人和我討論的過程 就是覺得 我在現場比較厲害 所以我就可以用我 親身在那裏 所見所聞 就拍到別人所說的 無論是選餐也好 或者什麼也好 總之好像現場比較厲害 但我也不想帶著 一個這樣的 觀感給大家 另外 我剛才所說的 我相信大家也需要 構言我本身是 情緒局的身份 其實我有一些 行動 有些決定 有些想法 我有些背景 所以才會這樣做 所以 希望大家 到這裏 要 注意多一點 好嗎 當然也不夠 有幾多圖的身份 不過我覺得是 自己的身份 會更出多一點 另外 我猜 給大家知道 多一點 我在佔領期間 做過什麼 會有作為一個比較 因為我猜 我佔領期間 和我在初一參與 不知道怎麼會參與 那個過程 我都發現自己有些變化 也都招請大家一起去看看 我這個過程中間的心動力 有些變化 我佔領期間 雖然我不是用過拍子 但我覺得自己都已經很用過 我在佔領前 大概半年接 我就辭了一份工 我辭了一份工 因為我很想全身去參與 接觸 那時候 有品 幫我一起去 組織很多次前的 D-Day 或者 組織工作 尤其是在谷界方面 基層的 細小群方面 我全身去投入參與 當然佔領開始後 一直演演 亦都出現過很多 大家可能在金鐘、浪迫這些地方 出現一些 可能和警察有些對峙的情況 我根本知道角色是做些甚麼 我本身是預算 除了前期籌備工作之外 我本身也預算 我會參與公民調查問題 參與庇報 但是 雨傘一開始之後 本身的劇本 不是按照這個 這樣去 但之後一路發展 每一日都有很多不同的事發生 我要重新幫自己定位 那時候做些甚麼 其實每一日 我就去金鐘、黃國好 我參與前線的地方 但我又不是做九賊 我想那個角色 我希望能做多少 意思是甚麼 就是我看到當有些人在這裏 舉刺也好 或者被警察打、拘捕 甚麼都好 我都不怕被人拘捕 不如我在那些位置做多些工作 其實就是 萬一有人被警察打、追打 或者拘捕的時候 可以幫手 有一些位置拘捕 襯一伴 進去 在我個角度 因為我老是公拉 所謂的搶拘捕 救得一個是一個 不想被人犧牲 被捕,又怕被人傷腦 我那時潛著一個人 都是在做一些這樣的角色 讓大家知道這個前提 結束了 到年初一那一發生的事 其實我沒有遇過我自己會在面上出現 我跟很多人一樣 都是在Facebook看到那個事件的發生 其實都沒有發生 看到Facebook裡面有些呼籲 那我就同樣地 前一天都很生氣 因為看到小禮也有公民喪勵 前一天都很想出去 但是沒有出去 當晚我只是在Facebook看到一些呼籲 為大家要出去探小禮 現在很緊張 那我就出去了 本身打算早點睡覺 最終頂不住就出去 但是我出去之後發覺 咦 兩個世界來的 Facebook看到的描述和我所有的東西 是完全兩個世界的 我一生是出去打算聲援小禮 但是我出去之後 小禮開始很安然地在 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我當然也同時見到有兩批人 即是警察和後批民族在對峙 其實不止我 我也有留一些其他社工朋友一起出去 我那天沒有那麼大 去做什麼見道或者民族 有些社工朋友就開始越來越緊張 幫手勸一些朋友 其實小禮都已經開檔了 我們不需要卡到那麼閒的 最重要是小禮開檔 大家出來的目的都是上次開檔 之內約的 但是我那些社工朋友就被人罵 被人不說 都是那些說話 大家可以信仰到就是那些阻礙 就是那些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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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罵到那些朋友沒有辦法 可以再留在那裡 找到那裡 找到那裡 那種狀況 但是我們也沒有人敢走 我們都繼續在現場 我們也有這些觀察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當時有一點覺得 沒有交太多事情 小禮都開了檔 最重要是小禮都開了檔 我又不想走 原因就是我覺得 他們這樣對峙 如果突然有什麼大衝突的時候 其實最終就是搞到那些小禮 我的心就是想著 我怎樣也要站在小禮國 起碼 所以就一直 然後我做一些工作 就是看到 其實當他們越來越多一些衝突升級的時候 其實我們幫忙就是 勸起小禮 其實可能要想一想要做些收藏 或者我們不能放在那裡 他們真的不太理 那我們開始在這裡做這些的動作 其實那個發展很多 大家可能在網上看到 那些制裁我不多說 就是盡量講我這篇信 這個開了窗之後 是群情空中的一些變化 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這個開槍和那個催淚打 我自己覺得是不可相對的 催淚打的時候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清楚 那些叫做釀勢 有些市民舉高手那些釀勢 我自己釀勢 但是我當下在檢場 我真的不太懂得分 當然我們一般講 我們放心的一些釀勢 但是我的目睹都是 那些警察除了開槍的兩槍 當然也都 某些時候他們有揮警棍之類的 但是我大部分時間 就是在那段時間 開槍那段時間 看到那種群情空中 我看反而警察是這麼小的 在那個位置 我真的開始不太懂得分 對 某些 我們繼續 都嘗試做回自己的身份 斷遇 斷遇就緣 當然我們大部分之間 斷遇都是無效的 不過我也想分享兩個成功例子 不是完全無效的 大家知道不是 我們非非完全無用的 我們曾經試過 有一個畫面 當下看到那一班示威者 都是很勞氣衝衝的 當下其中有一個示威者 他在我們旁邊 在我們拍攝太粗口 勞氣衝衝的 接著我有個朋友 都是一隻公朋友 拿個手機給他看 問問你 他真的脫口罩 我問問你 我給你一條影片 你覺得警察如果 除了開槍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 我看過他 他看過他 但他看完之後 然後他 調查了 我 我寫問他 他就再問他 有什麼可以做 他覺得除了開槍之外 他之前是一輪粗口罩 但他看完之後 他再問他 他仍然是 然後他就說了一句 總之我覺得 不停我開槍 然後就離開了自己 第二個例子 就是我們其中 在我過程裡 其實有很多人 在我們面前 其中有一個小孩 青少年 我本來就是 八、二十歲的 那些 不知道他 在哪裏拿來的玻璃瓶 一夜 是很難的玻璃瓶 其實我們都很擔心 就是一直有人扔 那些 又是 我們過後 在他面前說一句 喂 玻璃瓶真的會死人 那他就說 那他真的是大大王 然後就走了 當然我不知道之後 會不會有進去其他 但是 這些小動作 其實都 都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用 那我又覺得 可能不可以 但是你說是否 能夠延促到 那個 那件事的發生 可能跟原本的 他們就差一點了 好了 這一件 其實應該是 這個分享裡面 一個很核心的事件 我猜本身大會 如果可以的話 都會上邀請 真的會訂穿 那些玻璃瓶 但是我猜 因為沒有辦法聽到 所以我才可以 聽哪些人的分享 我這個分享 其實是因為 我就著這件事 這件事很搞死我 這件事 我當時是一個很 很 很 令到我領近 viewer的一個感受 有這篇文 我相信大會 可能是我們這篇文 最要聽到 那件事是什麼呢 那件事是 那件事是 其實這件事已經 已經發生到 差不多四點 我之前一直都看到 其實有衝擊警車 有扔穿頭 扔玻璃瓶 放火這些 我全部都看到 但是 怎麼說呢 我雖然看到這些 但我不至於是一個 破壞潔癖的人 我沒有一個 因為破壞 所以我覺得很厭惡 他們這些 我不是這樣 但是呢 那個動作呢 就是 過一個時間呢 在西藏賽間 有些人就開始在這裡 開始 煉火 在私藥發行那些位置 煉火燒 燒炭 然後越整越大火 之前我沒有這麼多的見故 但是那一刻呢 我突然很擔心 因為他們不斷在燃燒那些雜物的時候 那個火勢越來越大 反觀的火勢 就沒有去到 即時會有些什麼危險的 不過那些黑煙 那些龍煙 我看著他們 一直向著民居 飄上去 當時我自己有一個 寫風上身 我就很擔心 我即時在那裡聯想 就是話說 如果上面有放什麼 有個老人家 他有呼吸系統病 怎麼辦呢 我看著那些煙 飄上去 我當然想像 噴風者 不是有心想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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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他們都是想做一些老長 或者做一些警察 但我當刻呢 我 我竟然 我竟然不夠打過去 我很緊張URY 就是我竟然不夠打過去 因為當時很頻密兇勇 很多的抗爭者 一直堆緊 我們有同伴在一起 燈是會影響到人 不要燒 不要再加大火 但我們都會走回頭 但我們不敢走去救火 當然也有消防車 有記者 有消防車上去幫助 記者有純粹影響 但他們阻止 向真者阻止 這個畫面 我來說很快就過了 因為我很快就串了 另一條街 很快就過了 但這件事就很嚴重了 完了之後 我回去不斷想不斷想不斷想的時候 我不斷口定自己 你做什麼社工啊 你做什麼走出來 你又不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 你現在是否跟那些軍人割石 還是怎樣 我就不斷在問自己 我之後那幾天 跟那些朋友聊些事 一邊聊一邊走 我都放不下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 令我聯想到一些事情 即跟大家分享一下 甚至乎 或者再聽一下 大家的一些意見分享 可以幫我 第一步我覺得 原來是一個很相信的Facebook 原來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我那晚之後 其實看到很多人在Facebook上寫 一顆魚蛋 一串魚蛋 弄到這樣 或者一顆子彈之類 很多人都說 把所有的東西 歸咎在小板 或者是 警方那一槍 當然我可以說 完全不合適 完全不關這些事情 但是我發覺 我發覺 為何我那天看到的東西 跟網上的事情 跟網上的事情 很不同 當我和人家討論 我說不是 我看到的真相不是這樣 完全談不上 大家就是 將改喬做一起生 因為見到一些改圖 見到一些標題 接著就已經說 這是一個完全的真相 我發覺 咦 原來我們不停在罵CCTV的時候 原來Facebook 也是和CCTV差不多公開的 這是我極了一個很擔心的事情 另一個 我覺得我的活件是為意 就是 我都說了 我在佔領的時候 雨傘的時候 我有做過一個角色 幫我去 幫手去 去那些人不要訂東西 不要 不要 就是不要暴力的時候 我理得氣狀 甚至乎我看那些人 我理得氣狀 我覺得他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 但是 我那時候充滿了人意 工具 掙扎不知自己 自己的位置應該是怎樣 之前有人說 其實大家的路線不同 可以各不各做的 因為用武就用武 你和你飛就和你飛 但我發覺現場的時候 原來我是沒有辦法各國做的 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好 另外一個質疑就是 我在想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在那裏出現 如果我不在那裏出現 可能我會安樂些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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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手法 你就参与他们 但我又不是参与他们 但我想做我的事 又做不了 我到底在那里做什么呢 我很混乱 当刻其实相对地容易过些 但回过头不断思考的时候 就搞定了自己 另外当我分别看到那些暴力场面的时候 我发觉我自己的暴力 即武力的底线我都封锁了 在战略期间我都很厌惡 我一块立法会的玻璃被人打破了 但那天我看到 当然一些伤及人身体的那些 我都接受不了 但我当刻那时在想 就是我看到那辆警车被人打破了 被人拆掉 拆掉我镜头 甚至乎有人想推动警车 我竟然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问题的 我在问自己 其实我们的底线可以去到哪里 我在想一些 有些权势象征意义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 王国将来 甚至乎 这个是之后想的 当刻我认不出的 甚至乎有人想的 因为那里很近王国伯老会 在做黄色那套赌场 不知道什么是空王公 如果那些人要去攻击那个 我都觉得可以接受的 我当时在想之后 我做社工 我本身是做外展社工的 我平时接触 一直看一些变形青少年 我尝试去代入 去那个生态 就是我发觉 我猜坐坐 听到位 如果我们都没有那个质备 我比较穿你 你们这把刀都不会去 真的去逼警察 或者用刀去刺死对方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 我就不断在想 我在想 我的外展小孩 其实应该都 他们就算跟他社会 跟大佬 去拼走 去打架 第一次去参与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都不会 不会走上前面 和对方以死相亡 第一次参与这些大型打斗 当然是站在后面 大大大大大 也站在后面 当然是要自己都 放不着 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去那步呢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真的有过程 他们其实可能在脑里面 都不断在想了很多次 还有他们在参与 可能在每一次 对上去几次的过程里面 他们都在想 其实如果一天不出手 我就会做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心态 但是我们都要尝试 待他们去想一想 去想一想 去想一想 接着那星期或者那段时间 我都不断在Facebook上面 和很多人去讨论这个事件 尤其是当我发现 原来突然间有这么多朋友 转了去论务 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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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发现 原来我过往 不是很认识他们 就是不是很认识本国派的国派 我以为那些才是宏道 我以为 我以为 还有我可能 在说程度上 过往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都挺用一个取笑的心态 看他们的过往 我笑他们 严管电视的嘛 只是说不做嘛 但今天他告诉你们 他真的做 他真的做得到 他突然间 好像有几分专敬他们 因为他真的做 但当然我发现 也有很大批 他是广东不做 拯人就做 很多这些人 我跟着那段时间 我开始在想 我觉得我要看看 什么叫做成邦浪 我开始要看看 什么叫革命 他们一直说到我 好像不懂事 就是说这些叫革命 这些叫什么 这个思维 跟我们本德的思维是不同的 就是刚才说 我们想改革命 他们说过革命 我们似乎 原来我们以前 从来没有进入过 他们的思维 他们去保留一些现实 但我觉得今天 我们保不病 所以我觉得 他们所谓的革命 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这些东西 就是从来 只是一个字面 而且没有后面 一大大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可以 完全觉得他们 再是很流 再是 是的 那些东西 另一个很深刻的 我觉得是 其实到今时今 我刚才那些 9节 是 我们大家都有一份造成的 在这段期间 在予刹期间 其实我们有很多所谓 左交的民友 就是被人攻击得 形态隆孤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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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像 从来很深刻 他们说过这些 他们怎么被人攻击 攻击到 原想说话的机会 都没有 我其实有朋友说 我不敢在这段时间管制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 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资产 我想说一下 我在之前 6号 7号 都不敢 以致拖回来 我们竟然去了一个东西做 但是整个过程 其实 某程度上 我们原来 和刚才那场过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夹准观火 我们看到有人受伤 人被人攻击 但是他们没出声 到今天 其实 我们自己都存在那位置 其实 最后 那次会是 最后 我觉得 有些位置 我们是不可以逃避去 去想的 我当那帮本土 没有任何 或者我们 真是很难 当我们 整重革命的时候 我们要想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力 去支撑革命 革命那条线 变成华 我觉得大家都要想的 就是 保底线是一个口号的事 我觉得 不可能完全保底线 而是 毛次经的保底线 也是很可能的 所以 这个 我觉得 你去问 他们那些 光明 两个人 我们会找不到答案 因为 他 他这些 参与 什么都好 他们没有办法 我说 但是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值得去想 因为 我相信 类似这样的 冲突 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是 大家也都需要去想 就是 当你再次生期中的时候 因为 你就完全不参加拉米 但是 当你再次生期中的时候 你自己 那条线 可以怎样划 你 你会不会 我这个 都会问回 我都会想问回 当日那些人 其实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 是 你是不是 铃铃铃可以 铃铃可以 那 孤老警察 可以 用石头 像伊朗 那样 给对方 9S 9S 那种 都不可以 完全无致敬 我觉得 这个是 我们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我猜 就算我们 所谓华尼威 那样 你都要去想一想 其实是 如何变迹的 就是 你说的 就是 动中 那样 我刚才 我所说 就是 我们一个 把玻璃 破坏了 很接受不到 到现在 原来 出马铃铃铃铃都可以 其实 这个也是很浪述 是 那 是 那 那 我多谢阿炳 給予一個非常衷心、吃癢的分享 亦給大家看到一些在Facebook看不到的感受